南海峡中线从来不是国境线 更不是一边一国的分界线 北京方面在1月4号 启用台海中线M503北上运行航线 是中国民航空域管理工作的需要 并且得到国际民航组织的批准 无需与台湾沟通 但台湾当局却叫嚣个不停 蔡英文这个假洋鬼子 在推特上用英文向洋主子告洋撞称 这无助于区域的稳定 应该要避免 台湾将会持续维护现状 同时呼吁各界一起携手努力 华盛顿观察家报马上回应 要求特朗普派航母到台湾附近威慑中国 华盛顿观察家报1月5号 在特朗普应该反击不断升级的 中国对台湾的威胁评论中 使用台湾领土侵略等词 完全无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 美国政府立场 为台独分子站台的立场暴露无遗 该报在文章中称 中国军事飞行的不同性质 在这里尤其令人担忧 这样的侦查目标将是 中国入侵台湾的必要前提 中国认为台湾的独立 将是中华民族荣誉的一个污点 对台湾的新侵略行为不能排除 该报认为美国不能坐下壁 中国人非常明显地在测试水温 还向特朗普出了三点馊主意 首先特朗普总统应该提醒中国 美国政府正在密切关注 中国日益加剧的侵略 特朗普应该认真听取台湾 对美国军售的任何新要求 其次特朗普应该鼓励美国 在欧洲 亚洲 太平洋和中东的合作伙伴 表达他们对中国正在做的事情的 共同关注 特朗普的朋友 法国总统马克龙 将于下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因此在这里采取积极行动的时机 已经成熟 第三 特朗普应该通过派一艘航母 到台湾附近干扰解放军 这样的行动会让台湾放心 威慑中国 也会让美国海军在接近中国的地方 尽有价值的延期 在避免过境台湾海峡的同时 美国也避免过度升级对中国的措施 同时也可保持在未来 采取更进一步行动的优势 台湾是祖国的宝岛 那里有美丽的日月潭和雄伟的阿里山 这是我在读小学时就要的 如今笔者已年过半百满头华发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标语消失了 但台湾仍停留在儿时的记忆 难道还要让我们这一代人重演 佳绩无望告乃翁的悲凉 全世界一百九十多个国家 没有统一的国家只有几个 中国是之一 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 没有统一的 中国却是唯一等 不论是西方列强还是周边邻国 常常用台湾问题敲诈中国 我们常说 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再到强起来了 试问 连领土都没有完全统一的国家 有什么资格谈强起来 哪里有什么化地为牢的台海中线 承认台海中线就是默认一边一国 事实上的一边一国必须打破 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拖下去 大陆就是要赋予进攻性 否则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祖国的统一统一拖到猴年马月 如此 我们将上溃对先夫 下溃对后人 前中国国务委员戴炳国曾说过 哪怕美国全部十个航母战斗群 都开进南海 也吓不倒中国人 同样哪怕美国全部十个航母战斗群 都开到台湾附近 也吓不倒中国人 在中国近年开发的新型武器 东风快递面前 美军的航母只是靶子 台湾海峡中线 也不是台独分子的护身符 台湾海峡不是美军撒泼打滚之地 美军航母不要玩火 引火烧身 西方列强架几门大炮就能征服一个国家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 环球时报的评论说得对 中国显然有能力阻止这样的梦游 台湾海峡绝不可能是美国海军的习梦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